我儿子他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 也喜欢看乒乓球 所以他带着我们从上海来到韩州 我从小就热爱乒乓球 自己用小板子据成乒乓球拍 从小就开始打 一直打到现在 乒乓球群众普及率也很高 所以我们刚好在家里有空过来看一下 我们对体育项目都比较爱好 从电视上吧 电视上也有比赛 尤其像奥运会 这些球赛的时候会比较关注 而且和小孩共同成长 可能小孩比较关注 自己也会关注一些 我特别喜欢看中国运动员 中国运动员每一届的运动员 我都喜欢 乒乓球给我带来了欢乐 也给我带来健康 每一次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 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 所以每次我都在家里 在电视上每次都要看到 每一场都要看到 其实有什么特殊情况没看到 我还要去看回饭 一定要看到 因为我是王漫瑞的球迷 所以我比较关注平衡球 因为它的球风特别的帅气 然后就是会让人受到一种 精神上的鼓舞吧 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树立了一种 就是对于热爱这一块的话 是如何坚持的 对我觉得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 能坚持到像特别是像农队了 能坚持到这个年纪 我觉得真的是太自豪了 乒乓球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这个运动员 带下来看 它的那个整个运动的这个精彩 就是运动员的拼搏进行 一般你假运会的时候 关注到他们 然后觉得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那种冲劲很感染我 然后他们的场上的那种不放弃 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 还是那种就是想赢的心和必胜的心 都非常明显 然后我觉得很感染到我 我觉得在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不要畏惧困难 能够迎来而上的时候 才会有能够相信自己才能够战胜 我希望他能够健康掌球 然后平安喜乐万事顺顺 希望在杭州的这个业务会里面 取得好的成绩 然后也希望喜欢上杭州这座城市 我期待这个中国平板球队 为中国平板球加油 所以因为大家都 preview了 你还没很难做 那怎么不在地 我觉得我们现在闪成公司 meets boy 然后我们在说 你看 永